每逢清明节很多人都会买润饼来应景 而位在风云的一家专卖店 可是在地人的口袋名单 业者承袭了家乡 鹿港道地的口味 这个润饼里头包裹着18种的丰富配料 扎实清爽的口感让人是一吃成主顾 而为了迎接清明廉价的这一波商机 老板凌晨3点就起床备料 为的就是要给顾客们最新鲜 最实在的润饼品质 现场人潮络绎不绝 两夫妻包着润饼的手一上午没停过 这家位在风云的润饼店 移植鹿港道地中部口味 内涵高达18种的丰富配料 结合蒜泥 现炒高丽菜 扎实清爽的口感 成功掳获当地人的味蕾 这一间是当地最有名的 然后只要是清明节的时候 都会很多人来排队 而且是早上6点就会有人来排队 它炒的料很香 然后菜的话就是也很入味 不会有的菜就是高丽菜会干干的 然后它们是比较湿润 然后外面那个皮口感也蛮Q的 不会说烂烂的 我觉得就是整体都蛮好吃的 我们要来买那个润饼跟四神汤 对 结果不知道清明节就早点7点就开了 所以买不到 特别是有加那个蒜跟香菜 对大部分都没有加 就是那口感就比较多一点 清明节吃润饼应景 第二代小老板表示 为了迎接清明廉价这波商机 清晨三点就得起床 预备一天700多卷的份量 早上7点开卖 往往卖到中午就销售一空 做了就是50几斤皮 58斤然后大概700个润饼 东西材料用比较好 然后譬如说我们的菜包 我们菜包是用那个比较好的 需要冰的 一般人家外面的菜包都是不用冰 我们的花生也是特别香 就是用不是那种杂货店那种 我们这个都是新鲜的现炒的 瑶瑶首相顾客示意产品卖完 业者表示润饼好不好吃 食材把关很重要 很感谢顾客的支持 到了夏季还会再添加当季损丝 增加润饼的丰富口感 也期望带给顾客更多的味觉享受 捷烂微台中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